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夜的月色起明 松铃也听了呼吸 我想着梦中的你呢 反不出是悲是心 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的月明如今 我俩在梯上同行 让我问梦中的你呀 这究竟是梦是真 Zither Harp 昨夜的月色起明 松铃也听了呼吸 我想着梦中的你呀 反不出是悲是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夜的月明如今 我俩在梯上同行 让我问梦中的你呀 这究竟是梦是真 Zither Harp 欢迎收看费雨清的清音乐 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范晓轩来的节目中 她先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Darling》 欢迎范晓轩的演唱 Zither Harp 当你叫我倒立 这次也给我信息 Zither Harp 因为这就表示 目前是你的唯一 每当你叫我倒立 我就必须相信 你说的花言巧语 深色的温柔陷阱 Darling Darling I love you darling I believe you darling Darling I hate you darling But I need you Darling 當你向我靠近 我卻無能控制 你嚇得溫柔命令 因為我害怕失去 每次你一不想聽 我就不能生氣 這一場愛情遊戲 我對你充滿懷疑 Darling 美麗Darling 可不可以Darling 我不想聽Darling 這問題 Darling 我愛你Darling 我相信Darling 我恨你Darling 我恨你Darling Darling 可不可以Darling 我愛你Darling 我愛你Darling 我 女生 歡迎范小萱 哈囉 小丑好 你好 那好 非常好的消息 范小萱的這個唱片 她們也是一出集 其實以前帶領流行的時候 給大家留下很多流行歌曲的生客印象 Vereinigη! 福利一陣子最近又有新專輯 要跟大家這個接觸了 給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新專輯是這兩年來的心情 然後把這兩年來的整個情緒 然後一點一滴的很實錄的方式 也沒有在另外編曲過 然後當時寫的歌是什麼樣子 就這樣子錄起來 然後專輯叫做還有別的辦法嗎 就覺得說音樂已經是我唯一的 當我情緒很不好的時候的唯一的辦法了 那如果叫我不做音樂 還有別的辦法嗎 然後我覺得很多可能現在 心情常會不好的人或者是想不開的人 有的時候就是需要那一句話就是 不要去就是想不開還有別的辦法的 要有一個人去提出這樣的聲音 是是真的很奇妙聽她這一番結說 年紀輕輕的 在這個歌壇裡面眾多的歌手 我們常常在這個消息面 或者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可以體會得到 你是一個有一點倔強 但是呢 一定要自己喜歡的音樂 算是蠻執著的 對 所以這個唱片相隔了兩年的時間 相信聽完了整張的感覺 就可以體會出 妳的對一些情感的各方面的 這種 越來越慢慢漸進的成熟的一些看法嗎 對 欸 就還蠻 蠻真實的我 我覺得 可以讓大家 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範小萱的話 從這一次 是 我覺得我很誠實的讓大家了解 真的 可以從這張專輯可以體會到 她說的一些情緒的 什麼 一個少女的情緒的感覺 不管低落 或者是在愛情滋潤的當中 因為在我們以前印象 我記得主持龍胸虎弟的時候 我說妳剛剛出道 愛一爆 今天特別嘉賓 范小仙前場 嘩 屋頂都快掀掉了 妳穿一個粉紅色的短裙 一個馬靴 噢妳的甜蜜 她懂了我的心 噔噔噔噔噔噔噔 唉唷 不得了 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這種 這個少女帶領流行的感覺 這個嘉賓時日現在覺得 越來越 開始變成一個 一個成熟的感覺出來了 畢竟也很多年了 哈哈哈哈 就還 對啊 就是長大了 長大了長大了 對 然後發現 呃 有些事情好像真的 你要到某個年紀 然後他就會 腦袋一點一點的開 一點一點的開 然後覺得說 為什麼我以前不懂這個道理 要到現在這個年紀 才會了解 慢慢體會了 是是 有些事情就經過了這個 一點點這個 機遇了解了以後 或生理其境以後 有的時候我看妳啊 這個 在電視這個遙控器 跳跳跳 范小仙 出來接受訪問 每次我看到妳 我覺得妳其實在成長的過程 很不錯 妳的好朋友好多 每次看到她 一訪問期間 特別的嗨 特別開始像阿雅碰到妳啊 嗯 大小S 所以妳們在這個 都是些年輕的偶像 當然在這個成長過程 妳們都有一些 妳們走得又近啊 嗯 這點我真的滿羨慕妳們的 對 我是也覺得在圈內 可以交到好朋友 然後是這麼這麼好 要好到比親人還要好 什麼話都可以說 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然後絕對沒有秘密 然後也藏不住秘密 因為對方會看得出來 然後 我就覺得 年齡相仿 然後職業 我們又是同一圈的 然後說很多事情 他們都可以了解 所以 就會很格外珍惜 因為我媽說 年紀越大 妳就越交不到知心好友 所以她就說 妳要把握妳 妳年輕的時候交的朋友 如果你一旦認為她是妳的知心好友 妳就要好好的 嗯 怎麼講 好好的 珍惜 對 我記得曾經看妳代辦過一些娛樂新聞 那也很好啊 如果妳們這幾位再錯在一起的話 也可以開個節目 覺得是一定很自然 對 之前就有製作單位說 想要找我們四個姐妹 然後開一個談話性的節目 是啊是啊 然後 可是我們就想說一定會很吵 很像蔡市長 妳一演我一句的 然後就 還有 還會要想找我們四個人 演戲啊 或者出片 對 這也是好概念 對 然後我還有甚至 碰到歌迷 然後說 知道嗎 我們也有四姐妹耶 你看這是我們四姐妹的照片 我們四姐妹也好好喔 我們 就是很喜歡 妳們大家感情很好的這樣 是 挺有意思的 我今天跟范小軒聊天 她也是一個很爽朗的人 有的時候看妳主持節目 有的時候 一針見血 啪就達到妳 妳想表達的這個喜歡 或是不喜歡的事情 當然有的時候 也會引來一些看法 不同的人 她的意見相左 跟妳就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年輕人就是活得很爽快啊 就像聽妳的唱片一樣 妳自己的執著在裡面的 妳的一些喜怒哀樂 要大家用心的來體會啊 說了說了 還想聽聽的 給我們推薦一個歌曲好不好 好 那就帶來一首 我要我們在一起 好棒喔這個歌 我要我們在一起 來 我們一起欣賞這首歌 謝謝 風遠遠的吹著我的臉 我的手 我的髮 我的心 我的眼睛 你遠遠的待在哪個城 哪個路 哪個房 哪個的那扇窗殼 我靜靜的放著妳給我的CD 我的音樂當作悲劇 怎麼唱都不再神奇 我記得妳習慣閉著眼抱著我 好像我是妳的臉小星星 我不知該如何對妳笑 對妳苦撞撞嘴 不理妳像個機器 妳的時間 我的日子 好像沒有誰對誰放過脾氣 過得太快 來不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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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說我們 要不要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裡 生活的不費力氣 傻傻看妳 只要和妳 在一起 對妳 對妳的不費力氣 對妳的不費力氣 不費力氣 不費力氣 也不費力氣 在一起 愛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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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熱情的日子裡想活得不費力氣 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愛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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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說我要我們在一起 流情的日子裡愛呦 不費力氣 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不想現在只能遙遠的唱著你 小叮噹什麼顏色啊 藍色 藍色 對啊 藍色啊 不是藍色 是紅色的嗎 為什麼 哎呦 哎呦 我怎麼那麼 哎呦 好老土喔我 請欣賞由范小萱帶來這一首新專輯中的作品 因為 賺 Weight 填養鯊吻 Radio ねぇ 研磊 嘻插聽 搶嗚 Fant increased ация On The Made 哭着问你好伤心 那个故事不是我能够体会的遭遇 沙发也是天堂 有你在全都不一样 你是电是沉浸的天使 因为我爱你 吹着凉风竖着小星星 你小小的看着我 我们开心 因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Oh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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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me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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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填词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我的所有灵感 已经用在melody的部分了 然后我就拿给她 因为我相信她会知道我要什么 她的默契很好 对 默契很好 她也没有说小圈 你大概要什么样 她就说好 那我听听看 就听完之后 她就交出了这一首歌 然后我就觉得太合了 太合了 因为她写的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比方说弹弹钢琴吃冰淇淋 或是看着电影吃巧克力 然后很平常的事 但是如果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你都会觉得沙发也是像天堂一样 哪里都会好像点时沉浸 都变得充满爱的魔幻 这真的也很奥妙 就听她这样形容一下 挺有意思的 当然这个也刚刚 尤其前面介绍那首歌 我要我们在一起啊 这个在当时这个歌 在流行的时候 她自己有一点感情的 一点寄托 随着随着自己也成熟了 这样对这个爱字 可以问你一点一些 比较成熟一点的这个角度 想法中爱是什么 我觉得爱是要包容 包容 这也是一首 对 然后还有 爱是你会记得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喜欢 比方说她喜欢吃什么 然后你就会说 我不饿了这样子 让给她吃 对 这个形容得也很棒 就是心都放在她面 好的都让她来 然后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或者是看到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你都会希望 我下次一定要跟她来这里 一定要跟她一起看 要跟她分享 对 立刻就会想到 诶 不错 我问一个爱是什么感觉 你会答出好几个角度 真的真的 诶 乔哥那你觉得爱是什么 我们成年人就不一样 无访啊 爱就是跟她做 不是 就是爱 爱我倒觉得 刚刚那是开玩笑 倒是觉得说爱 可能是说 真的我们是比较入目三分的 譬如说 我爱的人 她今天有点头不舒服 吃了一个止痛药 那我就 一看 哎哟 浴缸里还有她的内衣裤 我也不嫌弃 我马上帮她洗干净 诶 这是 好窩心喔 诶 你看马上 回应就是叫做窩心 还有呢 像你刚才讲的 还有爱啊 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爱的人在睡着的时候 你可能 你醒过来 她还没醒 你可能会 仔细看着她 那从头到尾再打亮 这也是一个爱的表现 而且我觉得男生睡觉的时候 最可爱 好 一醒了就不可爱 所以我就觉得 那继续睡 继续睡 这样子 是谁 我也她的这个反应真好 你刚提的那几个就 哎 就是个少女心情 这个解剖出来的 爱的一种感受 那有的时候 如果像你这张脸上 就发现一个很 时髦的东西 这个 哎 香的一个 这个 假如爱人反对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我会说 喜欢我 就要喜欢我的一切 这一点我还蛮霸道的 是 其实我通常 还是会先询问她咯 如果我要 呃在这边穿一个洞 或者刺青啊这些的 对 你觉得好不好看 那一定是她 如果觉得好看 或者是喜欢 我才会去这样做 嗯 对 但有的时候也会 来个小任性 就说 不喜欢就 就算啦 这就是我啊 是 连我妈我也都这样对 对 妈妈这个 有没有打打关枪啊 你这是什么 就出去一下 回来怎么做 也是闪闪发亮的 有啊 我妈她就说 跟你讲过了 脸上不要破相 这个都是像你 是不是知道 这边打个洞 那边打个洞 福气全部都穿掉了 都跑掉了 这样子 对啊 是是 然后她就说 你为什么要打我 真是不明白 哪里好看啊 三八十 所以两代之间 这看法都不一样 嗯 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沟通 是是是 聊天就发现 这个范小萱 其实你聪明绝顶 从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一些 急爽弯 跟你的歌有关 我来搞你一下吧 欸 急爽弯那我真的 对 你唱过一个歌叫做 小叮当嘛 嗯 小叮当什么颜色 蓝色 啊 我想你一定会打出来 蓝色 蓝色啊 蓝色啊 不是蓝色 什么 那是什么颜色 也不是白色 小叮当嘛 红色的嘛 为什么啊 这个笑话已经 已经 已经都过时了 你都不晓得 欸 不知道为什么 是红色的嘛 为什么 哎呦 哎呦 我怎么那么 哎呦 好老土喔 这外面都已经变得 从好笑变得冷笑话 嗯 那可见你都还没接触嘛 对 其实我 对啊 像上网我也不常上 电 然后什么电视啊 报纸我都不常看 我简直在过一个 好像隐居人的生活 那考你这种人最有意思了 那樱桃小丸子家里 是做什么生意的 樱桃小丸子家里是做 樱桃小丸子家里是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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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卖樱桃是吧 错 是什么 卖丸子的 错 卖樱桃跟丸子 也错 樱桃小丸子 嗯 他们家是卖鞭炮的 为什么 噼啪啦 噼哩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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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我觉得你比我还年轻耶 我发现 你 这太无聊了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你怎么都知道这些 是 有没有是上网看到 挺好玩的 我今天再给我们介绍 推荐一个歌好了 好 这首歌叫做出气球 也是自己写的 出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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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是在形容一个小女生 然后可能因为爸妈的离异 可是对小女生的看法来看 她也不晓得谁对谁错 然后她就会 小孩子的想法很天真嘛 如果有烦恼的时候 就会走到山上 坐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把她的烦恼 用力吹进一个她想像的气球 噢 然后把所有的气好像都 嗯 直到自己不在 气都消了 对气都消了之后 她就轻轻一放手 赶 然后就想像那个气球飞到天空 那她的烦恼也就不见了 欸 所以是很妙啊 这个在取名字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个 听她讲完歌的内容 在这个给这个歌命名的时候 会不会也很伤到精 嗯 我是先想到名字 然后才写到内容 是是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 呃 出气 的球 然后气球又是 呃一个 一个名词 是是 所以出气球 不是气球那个气球 我好像在念那个绕口令喔 是出气 的球 出气球 还有 还有像什么像以前的黄大为 什么 什么同进同出 就是那我也觉得好奇怪 当然要一起出啦 对啊 啊 同进同出 这名字都很 话中有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不过这个 出气 的球 出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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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吗 你给的是我要的吗 我的野异也许你总看不到 不可能不知道 很痛吗 我像我还做不到 我的价值观不是你想的那样 即使你一场说我还没长大 一直很长走到傻傻坐在大树下 把握所有的烦恼努力追进削下的祈求你 你 轻轻放手 让它飘走烦恼跟着疯 一切都在我闭上眼的想象中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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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一阵子 又在车上不小心听到我的精选机 然后就放这首歌 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 真的是青春已逝 就就是买首歌 让小娘们敢开万千 广告后请马上回来 费玉清的请音乐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范小轩 范小轩是创作型的才女 我记得第一次创作的歌叫自言自语是吧 对 那个是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然后在厕所里面 然后在上厕所 小哥你不觉得 那应该是滴滴答答 怎么会自言自语 没有 全部都是五个字的 写出来都是五个字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在厕所 灵感就会比较全有 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自言自语 是在那诞生的 这个歌真的很有味道 真的很有味道 然后呢这个最新专辑 我们又很开心 它又再次的在灵感上里面 有很多歌 不加他人自己写 还有来了一首西洋歌曲呢 英文的 对 我就想 有的时候写歌的时候 直接冒出来的会是中文 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冒出来是英文 是 然后我就用一些很 很简单的英文写了一首歌 叫做Y.O.Y. 然后也自己做编曲啊这些 然后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 那有没有一些歌对你来讲 是印象很深刻的很难忘记的 有啊像我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等于是我出道的第一首歌曲 就是Rain 对那首歌我觉得 其实我前一阵子 又在车上不小心听到我的精选机 然后就放这首歌 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 真的是青春已逝 他觉得那个时候好少女喔 想起来多年以前的一个感觉 对 而且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张学友 在他的这个翻唱歌口水歌 又选了你一首 Oh you're late 大家都很认同你的这个歌曲 我就觉得很荣幸啊 很有意思啊 对很有意思 是是这个歌唱的路子来讲 像你这样最快乐了 有的时候让别人来掌舵 自己就觉得好像是个歌匠 就是说走进去 他们要怎么雕塑 那么你就不一样了 你自己有感觉 自己有方向 自己要希望灵感跟你这个歌曲 跟你这个心思里的灵魂 要合而为一 这个就不错 我觉得 可是就 你要很坚持 真的要很坚持 不然 因为旁边会有很多声音跑出来 然后也会跟你讲说 你不要这么辛苦啊 然后 就是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对如果声音真的这个接触了太多 反而让你失去 原来想要的一种理想的原味啊 对 所以这是非常奥妙 所以歌手有的时候还要挣扎 纵然是工作伙伴 有的时候理念啊 也要互相这个在里面拉扯一下啊 对 所以你们听到了一点是范小萱 她这个 这个好像真心的独白一样 她的感情 她的感受 她的心情的起伏等等啊 有的时候会觉得 曾经的东家 在这个市场上 往往会发现 他们又有很多精学局 同时又出来啊 对 也是一种压力啊 商业上的压力啊 对 可是 对 我觉得对 我的歌迷会比较是压力 因为 出了两张 那我要 两张都买还是要买一张 到底哪一张是新的 对啊 然后有的时候 她还要花两张的钱 然后就觉得说 那我这个 这个礼拜可能不能去唱KTV还是什么的 所以 所以这张最新的专辑是这个 它这个阶段里面 最满意的作品 所以大家不妨买一张这个 来听听看 更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内心深处 接着下来呢 今天除了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 还想听你啊 再为我们推荐一首你的歌曲 那我就带来 刚刚我们讲的那首英文歌 Y.O.Y. Y.O.Y. 好 我们来听听看 它的英文造诣里面是自己 创作的一首歌曲 想必一定非常不错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 We can go to the heaven together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fear me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don't I can be nice You can be cruel We can play good from now till forever Why can't you say it? Why oh why Why can't you love me? Why Why can't it be? Why oh why What would it b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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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梦的一些不太好的梦 他就很惊醒 都要打越洋电话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都很好啊 甚至于听到他有点发烧什么 通通是牵挂了他的心情 后来这个工作终于在第五年的时候 就结束了 所以他们回来 这个文章写的是他的回忆 那时候还是旧的松山机场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他一直盯领他妈妈 你一定要把这个小宝贝带来 会会会 我们全家都会带他来飞机场 接你们回来 所以他一直在人群中找 你下了飞机啊 哇 看到了 他只记得他小朋友 小孩子你知道 都吃得都胖嘟嘟的 这个小肚子觉得特别的苦啊 他就上前就抱住他 说妈妈 这就是妈妈 这是你妈妈 朝思暮想 妈妈就抱了他 他抱得紧紧的 你想念妈妈吗 我想啊 你想念妈妈有多少 他就站出来 把他个子小小 小手伸开来 我想念妈妈有这么多 这么多就画个圆圈 他一把一把地抱了怀里 他这次紧紧的抱了几分钟 他抱的那个温暖的温度啊 好像就怕失去他 所以他这是写得非常感人 他说我永远不要离开你 我永远不要离开你 对 其实在生活上 有的时候环境没有办法控制 有的时候需要你出去很远的地方赚钱 那有的时候像现在 你可能会很希望自己的小孩 念书念得很好啊 然后呢 好像要让他呢 这个早早就要学会很多英文的教育 所以你想把他送出国去念书 这样的现象也很多 很多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陪他去 你如果不能陪他去 是不是他这个成长过程 你完全都不能够加入 真的 我觉得这个朝夕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成长的时候只有这一次 如果你有很多的计划 其实也是不舍跟无奈的啊 必须让他比如说 这个受到更 像所谓的双语啊 对对对 还有各方面的 或者是工作的关系 必须理想背景 像你刚刚提到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你说有个同学 对 我有个同学 他爸爸是船长 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他的工作 还没结婚之前就是跑船的 那结了婚之后 安定下来可能就是 每次出去 然后就是半年回来一次 所以一年就回来两次而已 那小孩就慢慢这样长大 长到这个二十几岁 爸爸也退休了 可是问题是好像 就像很客气的客人一样 因为不熟啊 哦 对啊 这个成长期间 老师一年都见一两面 我们也常看的一些社会的新闻 有些亲生的父母寻找到他的子女 我们就是你的父母啊 他看到会有感觉 他会知道 我的根源 我的根就是从你们这边来 可是对不起 我跟这个养的这个人家 反而情感更深 因为我们朝夕相处 从小的时候 所以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 但是我可能还是没办法 跟你们回去生活 对 这就是错过了成长的这个时间 对 所以我们听了这个小小的这个文章 又聊了一些 我们生活里真正碰到了这些 反而觉得 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珍惜这些时光 那么有些年轻朋友 如果父母有这番的苦心 让你出去 为了栽培 为了将来 我们也不要忘了 这个要有这种 学成之后 对 要好好的 常常要记得 他们真的 孝顺 损失的这些相处时间 真正的背后的一些含义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求学 不要让他们失望 所以今天谈了这个话题 非常感性 我想唱一首这个歌曲好了 来不及 把梦留给你 来不及 把梦留给你 匆匆忙忙旅程 叹不到归期 不敢挥手 不敢挥手 相隔千里 如烟往事 埋藏在心底 来不及 把梦留给你 游游戏 游游荡荡人生 走过晚风雨 错过真情 无还心意 年少轻狂 遭一尘回忆 多情却总似无情 将水动流去 将水动流去 忘不了的乡愁 何处寂 多情却总似无情 最苦生夜里 最苦生夜里 问苍天 何时在相聚 多情却总似无情 多情却总似无情 最苦生夜里 问苍天 何时在相聚 多情却总似无情 费益青的新音乐 值得一听再听的好歌